大家好 在上集我们讲到记录轨迹 跟遇到岔路的做法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 在出发前先把别人的轨迹 汇到我们的手机里 我最常用地图产生器 来抓别人的轨迹 在之前阿白 纵轴的影片里 有讲得很清楚 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看看 上周六去504秀的持有山 我把记录的轨迹 连结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点选连结下载 然后寄到自己的信箱 点选附加上的轨迹档 再点右上角的图示 就可以选择要开启的App 我们如果点30日志 就会像这样直接载入开启了 这个档案就在 我们点一下荧幕 点右上角这边 然后点航机 轨迹 就可以看到刚刚载入的轨迹了 轨迹上的红色气球 就是我在走的时候的标定点 如果要看标定点的资讯 就点一下轨迹名称 然后点一下航点 这样就可以看到航点的资讯 我会留着航点自动给的编号 就是001 002 003 以后我再回头看的话 就可以知道当初标定的顺序 我会标定的航点会有 登山口 整数的里程 水源 山头 重要的岔路 营地 山屋 大概就这些 另外航点的时间标记 也是一种行程记录 每一个航点 可以再点进去看 有更详细的资讯 譬如说高度 虽然手机记录的高度会有误差 不过我们可以当成一个参考值 预先下载轨迹 除了可以看到别人的航点 航机资讯 也可以先在地图上 把我们要走的路线标定出来 持有山的路线很单纯 但如果是郊山路线 就可能会很复杂 像是这样 如果没有先下载好轨迹 当下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 去确认要走的路线 如果我们没有走在预定的路线上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上集有提到 如果要缩放地图 最好用荧幕 右下方的 加根- 来缩放地图 这样可以用一定的比例来缩放 因为30日志有一个功能 我很喜欢 在设定里面 有一个方格线 如果我们选单层级 在地图上 用加跟减 来缩放 在某一个固定的比例 会出现这样的方格 方格的大小是固定的 以这次持有3来说 和我上次走的陶3 就是右边这条红色的轨迹 两条路线的方格数差不多 上升的高度也差不多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判断 我需要的时间 应该和走陶3差不多 再来手机的电子地图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缩放的 层级不一样 那图支的比例 就会跑掉 像是这两种比例 平面的 距离不一样 等高线的密度 给我的直观感觉 也不一样 现在有一个 方格作为固定比例 那我就可以把等高线 固定在这个层级 就跟纸本的等高线地图一样 看久了就会有一种感觉 这样的距离大概是几K 这样的等高线密度 对我来说 走起来会不会很吃力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很快的 对这次的行程 有一个概念 因为有这个功能 我才从之前的App 挑到30日志来 上集我们讲 记录轨迹 遇到岔路时 定出正确方向 现在是 预先下载轨迹 和方格线运用 还有一些其他功能 像是用拍照标定航点这些 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 我觉得如果经常使用导航App 就会习惯去用它 那么就可以降低迷路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